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二百四十七集 启文帝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 原本想着南门戎被废后 又受了如此重伤 她既已回来 便来看她一眼 也算是安抚一下 当然 也是挑着南门叶回了府的时辰过来 南门叶在的话 她是断不愿意过来的 没想到 还没有进喧哗殿 就看到南门戎又在残害无辜女子 那毒妇的性子 不管受多少教训 恐怕也不会有所收敛了 大公公也是觉得惋惜 这好好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 她无奈道 圣上 这丫头看着 恐怕不行了 凤家八小姐 大公公见过 听说还是上一届皇城第一才女 皇后真是好狠的心 如此如花少女 竟然也能下此毒手 启文帝 看着奄奄一息的凤青音 对南门戎的厌恶 到了空前的地步 废后 虽非她所愿 也虽然 废后会让自己往后的路 更加寸步难行 可这一刻 却忽然无比庆幸 她终于废了那毒妇 异国之后 竟然恶毒到这种地步 简直可怕 圣上 大公公看了气息 越来越弱的凤青音一眼 又看着启文帝 一脸迟疑 那 还要去看 龙妃娘娘吗 不看 启文帝满腔怒火 一扶一袖 回去 七公主 竟是七皇子 这么一则消息传开 朝野 彻底被撼动了 没有人知道 七皇子 为何从一开始 就伪装成七公主 或许有人能猜到 但各种原因 没有谁敢挑明 这一次 是九王爷 亲自带着七皇子上朝 也是圣上 亲自拟定圣旨 恢复七皇子的 尊丰身份 总而言之 从现在开始 战事皇朝的后宫 不再只有太子殿下 一个有用之人 七皇子 师承护国大将军 如今 又是帝国学院的 当红学子 将来的前途 不可限量 皇子尚未成家 暂时没有建功立业 还没有到封王的时候 所以 目前依旧住在皇宫 这几日 想要借着 静妃病逝这件事情 去慰问七皇子的人 络绎不绝 但听说 七皇子 常居学院 身居简出 如今 想要见着他人 男 事实上 朝堂之上 有那么一部分人 他们看不惯 南门一族的所作所为 却又无法推翻 南门一族的势力 最可怕之处在于 圣上的数位皇子中 也只有太子殿下一人 算得上是个人才 其余的皇子 不提也罢 以前仿佛 是彻底 没了希望那般 可谁知道 如今 竟然多了一位 名阳在外的七皇子 非南门一挡的 谁 不想巴结呢 启文帝知道 自己还有个皇子之后 甭提有多高兴了 据说 为了培养七皇子 竟然从禁军中 抽出五万大军 交给了七皇子打理 你父皇这么一折腾 以后 你的事情 可是多了 那日吃早点的时候 凤九儿 一边啃着桂花糕 一边 漫不禁星岛 他是想让你和太子之间 有个制衡 但你从此 只怕日子 不可能过得太舒坦了 我无心于此 战落日 只顾着喝茶 倒也没在意 是不是有五万禁军 对他来说 一点意义都没有 更何况 这五万禁军 是父皇 趁着太子殿下 重伤在床的时候 硬生生调出来 给自己的 先不说 这么做是否道义 就这五万 改名为 护龙军的禁军来说 是不是忠心于他 也是难说 太子殿下 一手培养出来的禁军 如今 给他捡了个大便宜 成了护龙军 这烫手的山芋 战落日 根本不想要 你不要也得要 你若不要 你父皇恐怕 会做更多的事情 启文帝 这次是铁了心 要制衡南门一族的势力 不过 这皇帝也不想想 自己伤了太子的心 就不怕太子反过来 帮着南门一族 来谋害自己的江山 但这种话 也就在心里想想便好 说出口 分分钟惹来杀身之祸 我暂时 还想不透你父皇的用意 总感觉 那皇帝虽然有点窝囊 但不至于 真的是这般愚蠢的人 这么做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用心 凤九儿现在 还是不明白 拿毛巾擦了擦嘴 他站了起来 不管你父皇是什么用意 你暂时按兵不动就是 好了 今日休息 我要出门一趟 你要回凤家 站落日 也放下了筷子 擦嘴 先出去一趟 再回凤家 我跟你去 啥 凤九儿怀疑自己听错了 拜托 你现在是七皇子 不是七公主 你一个大男人跟我回家 你想入坠我们凤家不成 站落日 一张俊脸微红 不悦道 整天不知道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只不过是九皇叔 让我看着你 不让你闯祸而已 不行 今天我有重要的事情 回头再找你 拜拜咯 平时出门 都能够让他跟着 今天是绝对不成 因为今天 是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凤九儿收拾了一点干粮 坚决不让站落日跟随 只是向他讨了一匹马 出了帝国学院的大门之后 立即策马 往城外奔去 他已经很久没有上过雪山 之前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这两日 站落日的情绪 稍微有了好转 他才有机会出门 要知道 这家伙自从学会了 听他的之后 往后的日子 竟然真的都听他的 甚至 没了他的日子 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过 小樱桃说 这是感情转移 就是说 以前因为有静飞 他心里有所依靠 现在静飞没了 这份依赖 得要找个人来继承 而现在 凤九儿 变成了他心里的母妃 正好继承了这份亲情 除非他自己真正地 从母妃死去的阴影之下走出来 要不然这样的依赖 还不知道会继续到什么时候 九儿一开始是不习惯的 后来也就随他去了 他听她的话 至少日子 还算过得顺畅 像个正常人一般 总好过一直消沉 一个人躲起来 郁郁寡欢 不过 当人家娘亲 还真不是一般的艰难 有训练的日子 站落日会去参与训练 没有训练的日子 就得他来给他安排 否则 这个家伙 就会一直待在房间里 不知所措 连人都不愿意见 原来当娘的 真的是不容易啊